我們來到第三條 第三條是分析化減數 Simplify Function 這個功能是5 over 4k 加3, 減2 over 4k 減3 我們先做通訓母 我們先看看通訓母如何通訓 因為其實4k加3和4k減3的LCM就是成為 所以訓母就把兩個成為 而訓子的5需要乘隔這個訓母 所以第一條是5乘2, 4k減3 另一條是2乘4k加3 然後化減 下面訓母會爆開, 上面訓子 5乘4是20k 2乘8, 20-8 12k 12k 5-3 再減2乘3 15-6 就是負21 負15-6 是負21 下面就爆開 答案很明顯是A 好了 到第二條 第四條 不要把它拆散 因為它的形式是Factorization 叫你Factorization 應該叫你Factorize 我們首先要觀察 有沒有抽出 common vector 3A加2B 3A加2B 6A加4B 其實是一樣的 只要我把6A加4B抽出 2 照片 3A加2B 其實是一樣的 你可以再抽出 3A加2B 抽完之後 4A減5B 再減2A 2A減5B 2A減5B 3A加2B 就是一樣的 你看看一對一對 竟然有答案 就是A 搞定了 現在又一部分 各位同學 我們有中途加入宣傳廣告 各位同學請訂閱KTV的頻道 多謝各位 拜拜